大小S 给我人受很重要的一刻 被邀请 被说服 被硬塞 我不快乐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以前跟我长河做的 建哥 就我了解 他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 那这样的人品 就算他没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 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吗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说出来了 我管什么 反正也没有人帮我 我接下来讲的也是 其他在我人生旅途当中 带给我伤痕的人 我也不想要什么得过且过 因为我也没有被原谅 大小S 给我人生很重要的一刻 当年 我们在分手来的过程 来的去去的过程 前后 当然也有一些很瞎的事情 比如说 我有一些东西被小S发现 小S也不开心 可是问题是 他们吸毒 嗑药这件事情 我也一直过不去 他们可以去否定 否认 然后 红了二十几年 就算被周刊拍到 还是可以否认 他们身边的朋友 阿娜也好 方小轩也好 周俊文也好 全部都逃过 我还记得 像瓜哥啊 佛中康什么的 还坐过牢啊 还是干嘛 往乐界什么 忘记了 大家都还付出了一点什么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逃过这一切 MeToo是不是只有 针对某一种事情 可是我心中的MeToo 我听你不是不是那个啊 是这个啊 为什么他们就可以若无其事的 继续红下去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韩国 印象有差 因为我就是被他们带去 当时大S跟光头在一起 在一个饭店 喝药 我非常不想 我在台北 被范小轩周俊伟 在他们家里面 还有大小S他们也是 被邀请 被说服 被硬塞 我不快乐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这一切 为什么 为什么 如果我逃不过 他们为什么可以逃过 以前跟我常合作的 建哥 老吴 当然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我也是一头雾水 他们也有一个Angel 后来冒出一个陈少轩 后来又冒出一个薇薇姐 她的爱情观到底是什么 我也很不懂 这些对我的负面影响 都是很强大 就我了解 她也是一个欠钱不还的人嘛 那这样的人品 就算他们有做一些点点点的事 但难道他不是点点点的人吗 还有那个郑过程 在中山堂主持节目 后台抽烟 喝酒 五级耶 谁敢制止 谁敢 那大家不都活到现在 活得好好的 所以他们都没有错了 他们都很棒 只是因为他们不是me too吗 我不管了 我就是要说出来了 我管你们 反正也没有人帮我 那我以前在感情路上 我也被伤害过被人 我也被伤啊 因为这个姓陶的 昨天还一直在问我又生的事 你烦不烦啊 干你屁事啊 你烦不烦啊 谁敢跟你讲啊 你到时候拿去节目讲 那你当年 对我爱理不理的 对不对 明明在一起 我还记得在演技 记得像哦 冥王会 散步 你就硬要走在前面 我还写了一首歌叫做 你总在他们面前 表现你对我一切不闻不闻 那明明就在一起丢包 后来分手还记了一封信 还把他那个署名的地方撕掉 我都留着要 傻子 把我骂了一顿 扯东扯西 这都是我的阴影 还有那个信贾的也是 是你在追我 我当年喜欢的是菜单的啊 你在追我 后来突然间又分手 消失去刹想 然后下雨童也是神经病 始终不成人的丢包 不懂啊 这些阴影我都放在心里 我也留下了很深刻的伤痕 所以现在是怎么样 我们大家都选择 不愿意放下 愿意Let it go 大家都要说 过去的伤痕 谁没有伤痕 谁 多数的人都是从伤痕 当中 从伤害自己 伤害别人 被伤害走过来 不是吗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 那最后我要讲的 当然是完全对不起 我所有身边的人 我太太都不知道这些事情 可是我太太 在我认识他之后 尤其是这九年吧 我绝对是 绝对是改过自信 绝对对得起他 跟我还年轻 还有很多路可以走 可以重新来过 这么好的女孩 请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帮忙 我只是想要用这些影片提醒大家 有些事情 他会解架 但你要把它掀开来 会流血 会很痛 会有更多事情发生 我也要 摆脱那些 三峰点火的 围观的 落井下石的 何必呢 你们真的都没有犯过错吗 你们都 没有秘密 不想被人家知道吗 就像我前面讲的那些 很多人都不知道吧 就像我 我其实 头发掉了很多 为了上台好看 不要戴法片 假法 我也没有在避讳 只是觉得也很累 真的人生好难 我还是 最 最对我爱的人 跟我爱的人说抱歉 谢谢你们的信任 这几天大家在群主 讲东讲西的时候 我也是很矛盾 我也没有 也没有觉得很享受这一切 七嘴八手 三顾六步的 很棒 表示你们都是坦荡荡的人